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我看有人还说今年冬天会格外冷 我就不由的想起了往年冬天被电费支配的恐怖 总结了一下历年冬天家里用的小家电 我发现了六个耗电大户 他们也是很多人宁愿挨动 也不太舍得开的家电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也确实是比较尴尬的存在 今天就和大家简单说说这些小家电 看看你家里有几个吧 一 游厅取暖气 其实游厅算是个颇有历史的小家电了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就用它来当做电暖气 比空调舒服也不会占太多空间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过耗电 开一白天一晚上 就能花个十几二十块 后来都是开一会儿停一会儿 有些舍不得 二 踢脚线取暖气 这几年踢脚线取暖气 可能是发展最快的冬季取暖家电了 平行而论从炙热方面来说 真的是数一数二 但耗电量也是不成多让 即便现在大多数都是很温 石墨烯之类的踢脚线取暖气 但一小时一度电的机器 也一抓一大把 毫不夸张 三 小太阳取暖气 这东西大家见得太多了吧 去烫楼下小卖布 冬天基本都能见到它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 真的太过便宜了 但电风扇形状的供热 只能影响到一小块区域 电费就更不用说了 设计一时就没想着省电 四 空调 空调的炙热真的要比炙冷耗能太多太多 等于是空调加暖风机双倍耗能 电费自然水涨船高 除了在南方的冬天 我很少见到有人冬天会成天成天地开空调 那耗电量确实是看到就会觉得心痛的程度 五 除水是电热水器 冬天的电热水器 别提了 尤其是以前那种没有节能模式 内胆保温性能又不强的电热水器 简直是冬天家里耗电的佼佼者 每个月多为它交个100多的电费 真的是轻轻松松 好在现在新式电热水器 在保温和加热模式上有所优化 否则真吃不消 六 玉霸 最后就是玉霸了 无论是以前的灯暖玉霸 还是现在的风暖玉霸 加热时其实都算是大功率电器 开着玉霸一边洗澡 热水器一边速热 甚至很容易跳闸 我的建议是洗澡之前便提前打开玉霸 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关上 能省则省 总而言之 上面这六种小家电堪称冬季耗电大户 很多人宁愿挨动 也不愿意开它们 真的是可以理解的 不知道你家有几种呢 在这种小家电堪称冬季耗电 在这种小家电堪称冬季耗电